要确认它是不是最佳的设计 一个最直截的方法就是 我们实际实验一次 看看它是不是会得到 一个蛮大的一个效果 OK这个叫做一个 一个确认的实验 确认的实验 我们再把我们的所谓 Original Condition 把它Repeat在这个地方 221311 我们的所谓最佳的Condition 我们经过调整过以后是121322 OK 这个是确认实验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确认实验的结果 OK 我们分别针对 然后我们一样把我们是 其实我们在这边是 我们在这强调一下 你在做确认实验 这两个Condition都要去再做一次 这Original Condition 这是Optimate Condition 你要做下去做一次 OK 也许有同学会认为说 这个Original Condition 事实上我们全面可能已经一开始就做很多了 OK 有很多Data在那个地方了 这个我们可能没有做过 所以我们做这个就好 可以不可以 OK 我想这一点观念非常重要 一定要做过的 因为我们要确保 因为我们要确保 这两者之间我们要做一些比较 我们要确保它唯一的不一样 就是这里从2变成1 这里从1变成2 这里从1变成2 除此之外 所有其他条件都在一样的条件之下 这样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比较 什么叫其他条件 比如说 我们所用的原料是一样的 OK 如果你不去重复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也许在以前所做的那些原料 跟这一次所做的原料可能是不一样的 OK 这个时候我们来比较这两个之间的差异 事实上并不是很准确的 因为这种比较是不公平的 我们现在唯一要比较就是说 从2变成1 从1变成2 从1变成2 他们的差异有多大 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善了这个制程 所以我们要确保 所有其他条件都是一样的 包括我刚刚举的例子 材料也是一样 你所使用的实验仪器 或者是生产线上面的设备 都是同一部机器 OK 甚至于这操作的人员 也都是一样的一个人员 OK 所以一个最保险的环事就是 你这两个condition 一定要都把它做过一次 OK 这是做出来的结果 OK 我们做 每一样 我们跟前面的程序是一样的 我们每次做一次 然后放在实验管里面 然后出来以后 我们去量测9个data 量测9个data 然后对这9个data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统计 对它的SMB做一些统计 好 这是Service D-Effect 它的SMB OK 那么这些量测出来的是这个 这么多量测出来的 这么多计算出来 那 Thinkness Uniformity Deposition Thickness 这SMB OK 计算出来这么多 计算出来这么多 OK 事实上 然后呢 Deposition Rate OK 那么 SMB 计算出来是这么多 计算出来是这么多 事实上我们可以今天做一个稍微的一个 一个一个 把这个 统计 OK 从这个地方变成这样子呢 事实上是有38.7分贝的一个改善 从这个地方变成这样子 事实上是有6.6分贝的一个改善 从35.6 啊 变成这样子 事实上有-4.7的一个改善 不过呢 这里我们所讨论全部都是用 SMB来做讨论 那么 那这是量化很好的一个指标 但是也许 这 工程师或者你在对你的主管做简报的时候 他事实上并也许并不太了解这所代表的含义 所以我们如果增加一些这些Data的话 他可能会比 啊 啊 被简报的人可能会比较容易 啊 啊 请容易了解这 这所谓38.7分贝的改善 到底是指多大一个改善 OK 我们把这九个Data来统计一些它的Surface Defect OK 我们在这之前强调过了 我们有解释过了 那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 它平均的 啊 每单位面积的Defact有600个 事实上那个600个事实上是这里的Data 产生的 我们在这之前告诉你的Data 事实上是在做Confirmation Experiment的时候 那时候所得到的Data OK 那么经过改善以后 这所谓的最佳的Condition 它只剩下7个Defact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善 你可以看得出来 同样的 在Fakness Uniformity来讲 原来是2.8%的标准偏差 记得我们一开始有解释过 它的标准偏差是2.8% 这事实上也是从这里得到的Data 那个比 OK 那么现在改善之下剩下1.3%的标准偏差 这标减偏差缩小了一半以上 标准偏差缩小了一半以上 OK 那么Deposition Rate呢 Deposition Rate OK 刚刚我忘记强调了 这个平均600个Defact 每单位面积平均600个Defact 或者第7个Defact 这个是 这个所谓平均 是指RuminSquare的平均 就是把每一个Data 每一个Data起平均以后 然后Summation起来 OK 然后再开根号 这个叫RuminSquare 所以所谓平均指的是RuminSquare的平均 OK 我们再回来这里看看Deposition Rate OK 那么在Original的Condition下 是每分钟60个Amp 经过最佳化以后 虽然这些都改善了 这些改善了 可是Deposition Rate呢 降低变成35个Amp Per Minute OK 好 OK 至少正常 至少这些是 品质上都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但是在 在产能上面 是有蛮大的一个牺牲的 OK 这个Case 到这里 我们打算把它告一段落 但是事实上 工程师一直耿耿于怀 因为这个Deposition Rate 事实上是牺牲是蛮大的 从60个Amp 牺牲到35个Amp 那几乎已经快要到 这个 这个 这个产能 几乎已经快要降低到 将近到一半了 所以事实上工程师是耿耿于怀的 事实上这个Case有一个继续一个Follow Up 但是我讲义上 并没有去强调 但是在课本里面 有仔细去谈这个东西 这工程师 我在这边做一个补充 这个故事的一个结尾 这工程师对这个Deposition Rate的牺牲 很耿于怀 OK 所以他们再三的去做检讨 OK 那记得他们 他们有注意到 这个温度是非常敏感的一个 温度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因子 那么现在打算降低到25度 降低25度 这个事实上也是造成这个Deposition Rate 这个产能降低的主要原因 所以他们打算是这样子 他们检讨了这个温度控制系统 他们打算重新翻新这个温度控制系统 我上次也解说过这个温度控制系统 一个不好的温度控制系统 它可能有很多度的一个误差 OK 五六度七八度的一个误差 在不同的时间里面 可能有这么大的误差 或者在同样在食音管里面 不同的位置 可能也有不同的一个温度的误差 这个完全快 这个不好的一个温控系统 有可能这样子 所以他们决定器 那你知道五六度六七度来讲 对对对对这个 从这里的实验值来看 你会知道它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决定去重新翻新这个 重新改善这个整个温度 温度控制系统 意思就是投入新的资金 去改善这个设备 OK 他们认为值得这样做的 然后呢 改善以后 他们认为不必要再降低到二十五度七 他们接近 接近降低十度七就好了 改善以后改善了温控系统 然后降低十度七 十度七就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产能 其他的 其他大致上 并没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但是产能 从六十个Empstrom 降低只有降低到五十五个Empstrom 而已 OK 这是后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 一个情形 化学了 Follow up 细节在课本里面 然后我们在这边就不强调 我们就 还是把它假设说 我们工程师呢 目前已经满意 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从这里再继续讨论下去